哈嘍大家好,我是半壇叔 大叔今天要來拼裝什麼呢? 在開始介紹之前,還沒按讚訂閱的朋友幫大叔訂閱一下 大叔今天要來介紹他 各位,布加迪也是1比14的 在前段時間呢,大叔有介紹過S牌的布加迪 就是自己Moke,自主改裝的 現在我們知道有蠻多的品牌 他們在金木的拼接上 他會先要去選擇做動態還是做靜態 那一旦選擇完之後呢,之後想要做改變 就會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 什麼叫很浩大的工程 就是說,我們要去把很多的積木給拆解掉 拆解掉之後,重新擺放馬達進去 然後重新再把它復原 然後整個才會去動 那,雷爾呢,在前段時間大叔介紹的 就是50026,就是雷爾的488那一款 其實組裝到後面,大叔才發現 其實雷爾在這個設計上面 我個人覺得,他的在市場接受度會很高 原因是什麼? 因為,雷爾他是把裡面駕駛座的椅子跟副駕座的椅子 還有中央扶手把它給拿掉 拿掉之後,直接在那個位置 直接可以增加那個就是馬達跟電池 擺放在那個位置 那為什麼這個有好處呢? 對,就我跟大家講 大叔一直覺得,大家玩動態的積木 不會說一台車就是一直在玩它 我們可能玩了一段時間 它就可能會變成是一個擺件 當它成為一個擺件的時候呢 你裡面的馬達這些東西呢 它就一直就是乘風在那裡 我覺得雷爾這個設計很好 這個設計很棒 原因是什麼?可能我們會有兩三台車子 可是我們玩到一個階段的時候呢 它可能就是我們有新的積木進來 或者我們有新的拼接好的 我們可能那個舊的 我們就沒有那麼常去玩它 當我們把它擺放在那邊的時候 它所有的馬達,所有的電池 都已經在裡面了 那也沒辦法去拆解 那雷爾這個設計就是 你如果想要把馬達四幅取下來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它的車頂直接把它掀開 然後把馬達取下來 然後再把座椅跟中央扶手把它裝回去 那這樣勢必我們就可以節省下來 去買馬達這些費用 而且我們也不用在組裝的當下 去選擇要去做動態還是靜態 我們可以組裝到最後完成之後 我們再來去做選擇 那待會我最後面呢 我會詳細跟大家解說 我們開始進入主題 這個是雷爾8加50028 1233顆 這個是1比14的布加迪 可是雷爾這個設計 它在鋼體連動 我後面會在拼接的時候 我會特別做細部的拍攝 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說 當然這個設計有好有壞 它因為要騰出那個空間 然後它會變成是多項式的傳動 它變成會有用很多的齒輪去做上下層 或者是左右層的連動 所以但這個是一個 在馬達擺放的位置上是一個好處 可是在拼接之後 然後動力的輸出 它卻是它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動力會被你驅動的越多的齒輪 轉向越多次 那它的動力流失的就會相對會更多 所以大叔在拼接這一款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在細部拆解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說 在哪個部分可以怎麼樣去做一些改變 OK 那我們就今天進入主題正式開始囉 我們材料倒出來了齁 我看到這個包裝 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包裝也太偷懶了吧 直接就這樣一個束帶把它束起來 我覺得這個包裝有點 對 就是 說不上來 OK 那我們繼續囉 這個就是剛才大叔一開始說的齁 它馬達等一下會固定在這個位置 各位你去看看齁 算一下有多少個齒輪在連動 從馬達輸出 馬達輸出第一顆齒輪做轉向 導到第二顆齒輪再導到後輪這裡 然後再由後輪這裡導到這個 然後再轉過來 我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這個齒輪應該是待會會連到上面 氣缸連動的部分 那我個人覺得不需要去導這麼多的齒輪 當然因為它要讓它可玩性更好 就是氣缸整體會一直活動這些 所以它一定會這樣子做 但是我們自己在拼接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選擇 這個我要不要讓鋼體連動 當然有連動有連動的好處 那最起碼看起來就比較帥 如果沒有連動的話 就是整體速度效益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我們大概去記住這個位置 等一下如果是這一顆往上傳導的話 到時候我們再看 把哪一顆齒輪把它給拿掉 拿掉之後勒 就是保留原有的就可以了 這樣子讓後輪直接傳動的話 速度會更快會更好 那我們就往下繼續做囉 各位齁 如果要有速度齁 就是不要讓鋼體連動的話 大叔這邊組到這裡齁 第42號步驟的藍色這裡 就不要裝上去了齁 那基本上氣缸呢 就讓它維持這個型態 就是不會動作 那最起碼它有一個裝飾這樣子 然後這個藍色的齒輪 跟灰色這一個三孔積木 插銷這些就不用裝了 這一個步驟就完全就可以不用做了 你就讓車子有自己有速度 然後可以獨立去跑動就好 不用去牽動這一個 這樣速度會比較快 那我們等一下組合完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不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跑動起來速度 是不是像大叔說的 可以跑得比較快 那我們就接著往下做囉 各位在扣這一排齒輪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一個細節 這一個十字軸呢 一定要呈現十字的狀態 看一下怎麼給各位看 就這樣子 一定要是 十二點鐘跟九點鐘垂直 然後 三點跟九點也是垂直 十二點跟六點垂直 然後三點跟六點也是 就是呈現正的十字 正的十字 為什麼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四伏馬達 是要掛在這個地方的 是要掛在這個位置上 掛在這個位置上 你如果現在沒有對準的話 等一下你要採這個 重新對過再把它壓扣上去 所以這個一定要去注意 其他的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方向盤這些都沒那麼重要 但是這個地方 如果要做動力的話 一定要特別小心 不然你四伏馬達掛上去 他輪胎就會歪一邊 我們剛剛組完之後 實際下去跑呢 這個齒輪齁 就是這一邊的這個齒輪 他是用這一個薄的這一個 一開始啟動的時候 會有跳牙的聲音 所以大叔就把它給換了 換成黑色這個 比較厚的這一種 我們待會實際測看看 看會不會在一啟動的時候 還會有跳牙的聲音 做得到 我是掉的 或者是要來講 對 為了 做得到 裹罰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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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了 做得到 我們今天這個layer的50028 我們已經完成了 整體的外觀設計 我個人會覺得S牌的設計比較好 再加上它的S牌那個重量會比較輕 因為科技鍵用的多的話 相對重量會稍微輕一點 因為這個還是以一般的傳統鍵為主 科技鍵用的數量並不是那麼多 因為我們一般的傳統鍵的積木都是整片 幾乎沒有鏡空 是一片一片堆疊 所以相對來說它的重量會比較重 那layer出的50026跟這個50028兩款 都是以傳統鍵積木為主的堆疊方式 那再來拼接上呢 跟設計結構上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有一個我個人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各位剛剛影片裡面有看到 它在轉彎的時候會頓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轉彎之後 它的內側這邊輪胎會卡住 它會跟上方的積木去摩擦 上方有一個L型的積木會去摩擦到 所以它會卡住 就會一顆輪胎轉的不是那麼順 像這樣子 它轉的不是那麼順 另外一邊沒有問題 它就是轉向內側的時候 像現在這一顆轉向內側的時候 這一顆輪胎是不太會動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很大的阻力 會有一個很大的阻力在阻止它 所以我們開起來在轉彎的時候 變成就是它的順暢度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這個是在做動力裡面的一個很大的禁忌 就是犯了一個很大的一個錯誤 它其實在那個地方應該要想辦法把它給 就是想辦法把它閃避掉 讓輪胎在轉向的時候可以在內側 可以完全的非常順暢 我覺得這個點一定要去克服 如果不克服的話 其實玩起來 動態玩起來會很不開心 就是玩起來那個順暢度 車子在開 你打個方向盤而已就卡著 好像前輪就轉不動那種感覺 再來大叔這一次我是直接就設定 就是做動態的版本 那我是直接在齒輪上我直接拿掉一顆齒輪 我讓它不做連動 不做鋼體的連動 整體出來它是順暢度更好 速度更好 但是影片當中那一顆齒輪 是需要去做更換的 大叔從這個薄齒輪換到 這種薄的齒輪換到厚的這種齒輪 整體的效果又比較好 因為起步的時候我們的扭力比較大 因為我們用二代電機它起步的時候扭力比較大 所以通常會跳兩三尺 用這種薄齒輪會跳兩三尺 用這種厚的也還是有可能會 但是機會沒那麼大 因為它整體齒輪的結構 它的厚薄度跟它的接實度 那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有玩到這一款 你想要上動力的話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 找一個這個齒輪去把它做替換 那玩起來那個感覺那個順暢度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 這台車呢 我覺得雷爾的1-14這個系列 出了50026跟50028這兩個款式 我覺得這是我非常推崇的 就是馬達伺服電機不用在我們拼裝過程中去選擇 要怎麼去裝配 而是我們拼完之後我們再去選擇 我們要去做動態或者是靜態 為什麼大叔會說我比較推崇這種設計跟方法 是有原因的 因為就這麼說吧 我們大家在玩動態積木的 我們不會就是 假設像這一種可以選擇靜態跟動態的話 如果我們可以省下買馬達電池這些錢 那對我們來說我們荷包相對就是比較節省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 大家這樣子啊 玩積木的時候我們不見得 這一台車就是會一直持續不斷不斷的在玩 應該會很少 因為大家都是有點喜新厭舊的那種感覺 就像大叔新車來的時候我一定會玩的比較輕 等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可能就我就會玩的比較少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我覺得有時候我們 我們去買那種 去買那個馬達 買馬達跟電池 還有就是買轉向馬達跟動力馬達這些電池這些 掛上去之後呢 我們依照以往的那種在拼接過程當中要去選擇 它是動態靜態的 我們拼接進去之後 它就已經被包覆在積木裡面了 被包覆在積木裡面之後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想要那顆馬達那個電池 我們只能把車子拆解開來 然後把那個東西取出來 那是不是我們拼接完之後 我們很少會去做這個動作 基本上我們就是直接就在買過新的馬達 但雷爾這個設計好處就在這裡 他可以直接把屋頂掀開 屋頂掀開之後 我可以直接把馬達這些取出來 馬達轉向跟四伏 四伏的轉向馬達跟動力輸出的馬達 兩個馬達加上電池我可以直接拿走了 拿走之後我就把它椅子跟中央扶手這些 直接再把它拼接回去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玩的話我們會變成是 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可能有很多台1-14 但是我不見得每一台我都需要配掛動力 我可能有個三四台1-14 然後我可能玩到一段時間了 這台車我比較少玩了 我就把那個馬達取下來 我留著 下一次有再出一樣款式1-14之後 我把它裝上去 我就不用每一次 煮一台1-14我就要買一次馬達電池 煮一台1-14我就要買一台馬達 就是買一台就是馬達 買一組馬達跟電池 我覺得這是Layer這種模組化設計 我覺得是非常貼心的 因為我們不見得會一直不斷的 不斷的在玩動力 就是舊有的車型我們可能一段時間玩膩了 它可能就是在我們的櫥窗 或者架子上當成白件 那等到有新款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這些東西取下來 變成用在新款上面 可以不斷的重複 一直在使用 我覺得這個設計方向 真的是 針對消費者來說 真的是蠻貼心的 再來就是 整體呢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這種傳統顆粒幾乎見多 它相對的它結構上面 它在拼接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比較好拼接 但是我們實際落地去玩的時候 它的碰撞的係數 或者是說 就是 除了碰撞係數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整體的重量 就會相對會比較重 像大叔這一個 正常我們1比14的車型來玩的話 應該我們用到高轉速的就可以了 但是它實實在在地比S牌的 森保S牌的那個 就是布加迪 就是整整重了大概一台車的重量 所以它不得只能去 不得已只能去配掛那一種 就是 嗯 我們之前就是常講的就是 高扭力的這一顆馬達 而不是配高轉速的這一顆馬達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是就是 美中不足的地方 好 那如果說科技鍵用的多的時候 可不可以一樣設計成這種模組化呢 我覺得是可行的啦 因為我在拼接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有看到蠻多的 就是可能性 就是有可能可以去這樣子做 好 那只是 你 我實在不太了解Layer 它在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為什麼不就直接把它完完整整 用科技鍵 然後用這種模組化的方式 去把它設計出來 好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 傳統鍵跟科技鍵 積木 穿插拼接這些孔位 齒寸規格其實都是一樣的 反倒這拼起來 它會有很多的孔位是樓空的 那相對它的重量就會比較輕 但是 不會演講 那種科技鍵它如果要拼接成這種形態的話 它可能積木會稍微稍微再多一點點 好 OK 那我們今天 這台 不加低 1-14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還沒訂閱大叔頻道的 趕快去幫大叔訂閱一下 大叔一樣 每週二 周五我都會更新我的影片 然後 還有就是 周五 基本上是 就是大叔做一些Moke系列 就是比如說動力的改裝輸出這些 然後 周二我都是在介紹新品 好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懂的 對節目有什麼不懂的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視訊大叔 大叔看到我會及時幫助各位 回覆各位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再跟大家說聲再見 拜拜 講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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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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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